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由柴田仲信先生所著的《时间营养学入门》这本书。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生活节奏,并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活。 因此,如何协调这些因素,并根据个人的生物节律关注健康,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本书通过科学视角阐采示了饮食时间与身体反应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如何通过调整饮食时间来实现减肥、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的目标。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什么是时间营养学? 第二,重置生物中。 第三,早星人与夜星人的区别。 首先是第一部分,什么是时间营养学? 大家是否在减肥过程中曾遇到过这样的困扰? 经常去健身房锻炼,但体重却丝毫没有减轻。 严格控制卡路里的摄入,但依然看不到体重的变化。 尽管进行了和年轻时一样的运动,但瘦下来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许多人即使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减肥,却因为无法获得预期效果而感到失望。 那么,为什么节食和运动又是达不到理想的结果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与身体内部机制的配合。 即便是同样的努力,如果能与身体的生物节律相协调,就可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而这种节律调控的背后,正是中基因的作用。 中基因近年来备受瞩目。 因为三位美国科学家凭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荣获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基因是我们体内的基因调控机制,负责调节生物中,以24小时为周期调控身体的节奏。 比如,有些人是早行人,在早晨更有经历。 而有些人则是夜行人,即使熬夜也不会感到特别困倦。 这些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中基因的影响。 此外,饮食的时间与内容也可能调节一个人早行或夜行的特征,从而对身体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 实践营养学正是研究这些现象的学科。 通过了解中基因的机制与生物节律,我们可以科学地掌握饮食行为与身体在不同时间段的反应关系。 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提升健康水平,还可能帮助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减肥方法。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衰老,学习和应用时间营养学,将为您的健康管理提供全新的思路,让努力变得更加有地方时。 正如前文所述,配合中基因机制调整行为,会对身体产生不同的反应。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饮食时间和内容对身体的影响。 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吃相同的食物,身体的反应也会截然不同,有时会更容易发胖,有时可能导致血压的上升。 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当生物中紊乱时,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睡眠障碍、抑郁、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甚至会增加免疫性疾病和癌症的风险。 因此,为了保持健康,生物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其运行原理。 生物中不仅存在于身体的某个部位,而是遍布全身并分为多个类型。 主生物中位于视交叉上核,它是下丘脑的一部分,负责管理人的本能行为。 如睡眠和近视节律,是交叉上核位于视神经交叉的上方,是大脑的时间控制中心。 如果它受损的话,睡眠、觉醒节律、体温节律和活动节律等24小时周期都会崩溃。 主生物中还与胶感神经和副胶感神经的昼夜切换有关。 白天胶感神经活跃,夜晚副胶感神经占主导地位。 此外,它还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帮助我们在夜间入睡。 除了视交叉上核,大脑其他区域如大脑皮层和海马体也有自己的生物中。 这些区域的生物中与身体的节律密切相关, 比如调节食欲和消化。 生物中不仅存在于大脑,还分布在身体的各个器官中, 如肝脏、肺和肾脏,这些外周生物中接受时间信号, 帮助器官在适当的时间高效工作。 比如,肝脏的生物中影响代谢的节奏。 而肺和肾脏的生物中则决定其清除肺物和维持体内平衡的时间。 可以将生物中的运作比作一个乐团的指挥。 是交叉上核,就是指挥。 负责协调各个器官、乐器的运作节奏。 如果指挥混乱的话, 每个乐器的演奏顺序和音量都会错乱。 这会导致整个乐团失去和谐。 同样,当生物中失调时, 身体的运作也会紊乱, 引发各种不适甚至疾病。 理解并维护生物中的正常运行, 是保持健康的基础。 掌握这些知识, 我们可以根据时间调整饮食和作息, 帮助身体更好的运行。 这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 还会大大改善生活质量, 让我们活得更加健康和高效。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重置生物中。 实际上, 人体的生物中并不是严格的24小时, 而是大约24小时15分钟。 因此, 为了避免身体出现不适, 我们需要不断去重置生物中的节律, 使其与24小时的周期保持一致。 主生物中和外周生物中的调整方法有所不同。 光照是影响主生物中的最重要因素。 每天早晨, 冲顿接受阳光的照射, 有助于同部主生物中的节律。 因此, 保持规律的生活方式尤为重要。 如果在深夜使用手机, 可能会影响主生物中的节奏。 许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睡前使用手机产生的蓝光会延迟生物中的运行, 导致生物中的节律超过24小时。 结果就是早晨起床困难, 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身体的不适。 与主生物中不同, 外周生物中的节律受饮食, 运动和温度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合理安排饮食时间, 尤其是早餐, 可以有效地帮助重置外周生物中, 使身体功能得到更好的协调与优化。 研究表明, 调整早餐与晚餐的热量分配有助于减肥。 在一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两组。 第一组的热量分配为早餐、午餐、晚餐, 分别摄入700、500和200千卡。 第二组则为200、500和700千卡。 结果显示, 第一组早餐高热量则负为减少的更显著。 此外, 游行病学调查也表明, 晚餐摄入过多热量会增加肥胖的风险。 跳过早餐的人通常在午餐或晚餐时食欲大增, 更容易摄入高热量食物。 同时, 身体的活动量也会因此降低。 从时间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早餐至关重要。 为了维持良好的生物中和健康状态, 我们应该坚持吃早餐, 并合理安排每日的饮食时间 和热量分配, 预防代谢综合征的饮食频率为 每日两到三餐, 对于每日两餐的安排。 考虑到生物中, 早餐与午餐的组合效果较好, 而午餐与晚餐的组合效果不佳, 尤其是早餐与午餐的组合有助于优化生物中, 推动早形化, 并有效防止肥胖。 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交等因素, 晚餐往往难以避免, 因此早餐和晚餐的组合可能更符合实际的情况。 如前所述, 早餐在时间营养学中至关重要, 但许多人因早晨时间紧张, 不想花费过多精力准备早餐。 此时, 罐头食品等简便食材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例如, 可以使用金枪鱼罐头制作金枪鱼沙拉或三明治。 金枪鱼富含DHA、EPA和蛋白质, 能补充早餐中容易缺乏的营养。 青鱼罐头也是不错的替代品。 其他适合早餐的食材包括, 豆制品如豆腐、纳豆等。 乳制品如牛奶、奶酪、酸奶。 水果和蛋类如香蕉、鸡蛋。 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不仅能提供饱腹感, 还能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 最后是第三部分, 早行人与夜行人的区别。 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早行人倾向于在早晨和上午发挥最佳状态。 夜行人更擅长在傍晚至夜间的时间段集中精力。 这些倾向有时源于遗传的因素。 但大多数人由于学业、工作或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生活节奏被打乱, 呈现出早行或夜行的特征。 例如, 有些人因工作时间的限制被迫采用夜行作息, 因而担心自己的表现是否达到最佳的水平。 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将足球运动员分为早行和夜行两组, 分别在上午9点和下午6点测试他们的跳运能力, 6分钟冲刺以及敏捷性。 结果显示, 早行选手在早晨的测试中表现优异, 而夜行选手则在下午的测试中表现出色。 无论早行还是夜行, 当它们被安排在不适合的时间段进行测试时, 表现都会明显下降。 在另一项实验中, 研究了早行、中间行和夜行人群在骑行时的最佳表现时间。 时间分别为早行人下午2点至3点, 中间行人下午4点至5点, 夜行人晚上9点至10点。 研究结果表明, 早行人群的表现波动较小。 而夜行人群在不适应的时间段内, 表现仅能达到其能力的70%, 因此提升表现的关键在于, 早行人群应充分利用上午的时间, 安排重要的任务或训练。 夜行人群则应将关键活动集中在傍晚之夜间, 以提高效率。 无论是早行还是夜行, 如果能根据自身生物中调整作息, 协调与社会的时间, 就不会出现明显问题。 因此, 由于工作被迫采用夜行作息的人, 也无需过度焦虑。 饮食方式也会对早行和夜行产生显著的影响。 如前所述, 木梢生物中会通过进食刺激与生物节奏同步。 在一项实验中, 科学家破坏了小白鼠的是交叉上河负责主生物中的区域, 但当每天在固定时间喂食时, 这些小白鼠仍能形成进食的节奏, 将第一餐时间视为早晨的起点。 此外, 将进食分为两次, 并调整每餐的食量时发现, 无论是早餐还是晚餐, 肝脏的节奏都会被食量较大的那一餐所影响。 如果晚餐吃得过多, 会导致肝脏的生物中峰值延后, 从而使人趋向夜行的作息。 相反, 如果早餐摄入较多而晚餐较少, 则更容易形成早行的作息。 这说明合理控制进餐时间和食量是调整作息的有效方法。 早餐吃得丰富, 晚餐适度节制, 可以让身体更容易向早行发展。 当体内食中与食际时间不一致时, 我们称之为食差症或食差反应。 通常我们认为食差反应是因出国旅行时, 睡眠和休息节奏被打乱而引起的短暂现象。 然而, 体内食中的失调不仅限于这种短暂的反应, 还可能引发社会性时差症。 熬夜和睡懒觉等生活节奏的极端变化会导致社会性时差症。 如果不及时调整, 这可能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数据显示, 患有社会性时差症的人群中, 以下问题较为常见。 吸烟率较高, 容易出现严重肥胖, 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 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往往较差。 此外, 熬夜和光照会延迟主食中的运作, 而不规律的进食时间也会拖延末烧食中的调整。 起床晚会导致身体无法接受尘光, 从而削弱主食中的调整效果。 如果不吃早餐, 末烧食中的同步也会变弱。 即使只有周末两天的生活节奏被打乱, 体内食中也会明显延迟。 周一早上恢复工作时, 尽管身体会尝试重置体内食中, 但调整需要时间, 往往还没来得及完全同步, 就又到了周五。 接着, 周末再次熬夜, 身体的节奏又被打乱, 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 社会性时差症严重的人, 往往会导致整个星期的生活节奏变差, 逐渐发展为夜行作息。 要摆脱社会性时差症, 需要通过早睡早起和按时吃早餐来逐步调整作息。 规律的作息能够帮助身体 从夜行向早行转变, 逐步改善生活质量。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